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之后呢 才会就演讲完之后 才会给大家回答问题 那呢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Urban Rivera 我是这电动汽车的助理 然后呢我们还有Jacky 她是我们的叫做电气化 有益的电气化的这个经理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 GoEV的工作人员 那这是我们公司 Actera 然后呢 这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然后呢我们的怎么讲呢 我们就是本着 创造一个健康的星球 还有呢就是寻找 寻找本地化和平等的解决方案 来创造一个健康的星球 然后呢我们的重点 就是我们侧重于呢 宗旨是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公平 然后我们的服务 旧金山湾区的九个线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目标呢 其实呢就是要激励 然后要启迪大家 要提供信息给大家 来购买这个电动汽车 那我们今天会议的议程呢 先给大家讲一讲说 驾驶电动汽车的益处 然后呢再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金融激励的计划 那其实呢大家就知道 电动汽车呢其实是可负担的 之后呢我们一个活动之后的问卷调查 然后呢我们会有问题和答案 然后呢我们还会有抽奖 去抽一个Target的这个礼品 首先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主要赞助商 是Peninsula Clean Energy 还有我们的BAMD 就是我们的湾区空气质量品质 空气质量管理局 而且呢就是我们Peninsula Clean Energy呢 在Los Banos跟Samateo县呢 他们是按照如果你们符合这个 你们的收入的要求的话呢 他们可以帮助你们购买这个电动汽车的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主要赞助商 如果没有这些赞助商的帮助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将今天的演示呢 变成现实 讲给大家听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看呢 有哪一些不同的车啊 那就是你必须要买的才会有这个财 这个财务激励才会存在 首先呢我们叫的Plug-in Hybrid 就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那你可以就是在使用汽油和电之间相互替换 那你可以就是用120伏的这个电去充电 那你也可以用公众的这个充电器 然后呢你还可以给这个车加油 然后假如说你是用电的话呢 每就是用它的电的电池可以跑20到40个英里 然后呢 嗯再跑用整箱这个汽油的话呢 就是有超过300个英里 那这边呢我们有100%的电池驱动的哈 就是电动汽车 这些呢只能够充电 没有办法加油 因为它是100%的电动车 然后呢晚一点 我们给大家用细节的讲有哪几种充电的方式 那在买购买这个电动汽车呢 我们会有一些计划的话呢 会我们有一些呢会提供你更最多的这个财政激励 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些关于财务激励的细节 那有时候就会问呢 我应该选择是两纯电动车 还是插电的这种混合的这个动力车呢 那首先呢你可以问一些自己一些问题呢 然后来决定 比如说在你的车库里面 你是不是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那你是不是在工作的地方也有很容易很方便充电的地方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是不是每天开少于50英里 如果你你就对这些以上的问题是回答是是的话呢 那你其实你可以选择纯的电动车 这已经可以满足了你的需要了 那假如说你要跑得比较远的话 或者是不方便充电的话呢 你可能会发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一个插电混合的动力车是比较适合你的 那现在呢我们先讲一讲说 我们换乘驾驶电动汽车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讲几个比较重要的 首先呢 我们都开电动汽车的话呢 我们将会拥有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更健康的车去 那我们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有更清洁的这个运输工具的话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更清洁的空气来呼吸 那你要知道我们平常呢 开的这个车 加油的车的话呢 那我们的车的排放呢 会排放出很多的废气 这个废气呢 包括呢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物 颗粒物 这些呢 也会造成很多呼吸道的疾病 还有呢 甚至造成心血管的问题 甚至会造成有些人呢 他长期暴露在污染的下面呢 甚至能够有 甚至呢 会得 会中风 等等等等 有很多健康方面的风险 那你也知道假如我们是纯电动车的话呢 我们将不会再污染我们的空气了 当你看一个电动车的时候呢 你大概 你每次就是 你每年就会 帮助 减少七千五百吨的 氨氧化碳排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做小小的贡献 来创造更好 我们拥有更清洁的空气 那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们湾区 每个人都是开 这个清洁能源的车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会有更清新的空气 然后呢 我们会有看到美丽的蓝天 然后呢 对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有益处的 然后呢 我们开电动车的呢 我们可以的 就是这个集体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有更安全 更稳定的气候 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话呢 而且你可以看到 百分之三十八的排放量 都是从汽车运输方面排出来的哈 所以呢 假如我们能够能减下来的话呢 真的是可以是很棒 特别是在加州 在2020年 加州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呢 是三百六十九点二公顿呢 然后呢 那你看我们可以选择电动汽车 电动单车 还可以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所以呢 那假如我们选择电动汽车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 都可以 就是为我们创造新鲜 新鲜的空气 刚好的环境做出努力 而且呢 我们有成本 节约成本 因为我们可以用共享街道 然后呢 每年呢 可以省下呢 八百至一千美元 然后呢 我们还就是除了减少加油的钱的话呢 因为我们充电的 可以减少很多的成本 而且呢 我们还在另外一个更省钱的地方呢 就是减少了维护 然后呢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假如你是纯电动车的话呢 有很多多东西 我们都不需要定期的去修理和维护 比如说什么一些这些汽车里面的零件 也不需要换 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 而且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经过研究呢 我们抓开电动车的这些司机呢 可以比这些开汽油的汽车的司机呢 每年可以省下差不多一半的钱呢 然后呢 你也可以呢 你也可以就是 在使用电动汽车的话呢 你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卡铺类 就是共乘车道 而且你使用快速车道 就是express lane的话呢 也会享用五折优惠哦 这也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开电动汽车呢 可以享有的好处 然后呢 我们就是你有一个这样子的贴纸 在车上的话呢 就是四年都可以用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DNV来参加这个计划 就2025年的9月份的话呢 就会结束了哈 所以呢 假如你买了一个电动汽车的话呢 在希望在2025年的9月份之前 结束之前 你进行享用它的这个好处哈 而且呢 在我们在开车驾驶 在我们弯曲的这些大桥上面呢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高峰的时段呢 你们可以省下一半的钱 而且呢 除了以上这些种种优点的话呢 我们说其实开电动车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呢 其实充电也是很方便 很容易的 而且呢 这个电动汽车 你可以有它快速的加速 那呢 有很多呢 他们也有这个两个 Motor 而且呢 这个车也不会震 然后呢 也不会很吵 不像 因为它没有一个这个 这个电 马达的这个引擎 就是非常安静 然后你可以在你 就是住在你 叫做你可以去你家附近的 任何的这个 专卖商的呢 去看看 去试驾一辆这个电动车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到充电 你在家里充电呢 其实也是很很方便的 比你要去 去加油站 加油方面多了 就像你充 给你的电话充电一样 比如说你晚上充电 然后第二天呢 你的车就充好了 也是很便捷的 那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政府啊 工作的地方呀 还有一些 这个街上都会有一些 这种充电的地方 叫做直流的充电 那我们有三个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充电方式 就是三级 一级的充电方式呢 就是120伏的电 然后你充电一个晚上的话呢 因为因为很慢嘛 因为只有120伏嘛 所以充完一个晚上的电的话呢 你只可以第二天呢 轻时45英里 然后我们来到二级充电的话呢 它是240伏特的 那就像呢 那其实你在这个充电的地方 充电一小时就可以开25英里了 那假如说你要在家里装这个二级充电器的话呢 你可能是要请一个专门的电工到家里来装 或者呢 甚至你还要把你家里的这一个电板 也要更新了 要升级了 所以呢 你自己可以先算一算要花多少钱 那之后最就是最快的那个充电呢 叫做DC Fast Charging 就是直流快速充电 它呢是480伏特以上啊 你充电一个小时 就可以行驶130到200英里 那你用这个直流快速充电呢 就是 假如你要跑长途的话 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 开始普及这样子的快速充电 那这个只是给大家 当然我们有更多关于这个充电方面的信息 我们只是概述一下哈 那我们由PG&E呢 我们会有一个 叫做不能的电动车计划 它即将开始哈 它呢 要帮助这一些收入有限的人呢 在你们家里安装 这个二级的充电 它将为一个第二级的 这个充电器的成本提高 高达500美元的资助啊 而且呢 假如说你一定要找一位专业的持牌的电工 完成这你家里的电板升级的话呢 每PG&E呢 给每个家 每个家庭呢 提供高达2000美元的资助 而且有人在问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呢 我会给每个人提供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哈 大家可以回头呢 再仔细看你一些问题 那我会在一个跟进的电邮里面 发给大家这些所有的信息 所以未来的一两天 你会收到我们的电邮 以及我们今天的演示 那也许在你的事 假如说你觉得 哎呀我的收入呢 不符合PG&E的要求 然后呢 其实呢 你们也可以在 在我们的跟进的电邮上面呢 我们就给你一些链接 你会根据你的邮政编码 去找你当地的政府 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提供任何财务上面的激励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加 就是买得起这个电动汽车 那假如说你住在一个公寓 就是我们的apartment 来充电的话 但是呢 有些地方呢 它有叫做 有些公寓会提供智能插座 像FlagZio Go Power EV 他们叫做智能插座 这个可以让住公寓的这个居民呢 可以在那边充电 而且他们也会根据按照你们用多少电 而且呢 才计算这个电费 然后呢 现在呢 目前呢 还有呢 所谓的礼 所谓叫做礼宾服务 他们叫做concierge服务 然后呢 就是他们可以来到你家帮你的充电 帮你的车充电 然后呢 我们还有很多公众的充电的这个系统 然后呢 有一个这个应用程序叫做plug share 我们推荐你下载的 然后呢 他们会告诉你呢 有多少 你旁边有多少个充电站 然后呢 以及这个充电站的收费 所以这个会告诉你一些最新的信息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pg&e呢 他们已经换了这个就是叫做time of use 就是时间性的这个使用率 他们就是说下午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就下午4点到9点要减少用电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就可以帮助着省电 就是在下午9点 下午4点以后到9点之前呢 就尽量不要充电 9点以后去跟车充电的话呢 就会减少了一些电费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共同的 为了我们的气候变更呢 做出努力啊 希望不要就是气候暖化的那么快 比如说你你的车是晚上半夜12点到早上6点充电的话呢 就会比呢 在下午4点到9点之间充电买的便宜的多 然后呢 是如何呢 在你的预算内购买一个电动汽车呢 其实不要以为你买不起 其实我们都可以的 那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些这个财政的激励 然后呢 可以帮助大家减少一些这个购买的价格 购买成本 首先呢 我们假如说你要买一个新的电动汽车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呢 他有一些信贷和反例的这些计划 现在唯一的给新车的呢 就叫做新清洁清洁能源车辆信贷 这7500块 就帮助你省下这个联邦税啊 假如你是买有资格的这个电动车 那意思就是说你买了这个车之后呢 下一年的话你如果要报税的话呢 这7500块呢 可以作为这个叫做tax credit 或者呢 明年来讲呢 很多人呢 他们不想要等一年之后 才去做这个税务的优惠的话呢 他们可以直接跟dealer商量 让这个专卖店呢 给你直接的这个折扣 然后呢 假如你要拿到这一个新的电动车的 这个信贷的话呢 他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哈 所以你看看 假如你是一个单身的申报人呢 你的你的收入不能超过15万 假如是户主的话呢 你不能超过22万5 然后假如你是联合申报人的话呢 不可以超过30万的收入啊 而且呢 这个电动汽车呢 必须是在北美制造的 然后呢 之后呢 我也在我给你发的电邮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说 到底有哪一些车 哪一些车型 是还有什么品牌的车 才是有资格拿到这个信贷的哈 而且这个车呢 不能够高于5万5 而且呢 就汽车 假如是SUV多功能运动车 或者面包车的话 不能超过8万 然后呢 还有更多的这个限制方面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电池 呃 还有呢 它的叫做矿物要求呢 也据此就是说 需要有40%的关键矿物质 而且呢 就是有50%呢 是电池组件 这样子的话呢 符合达到这些要求 符合这些条件 才可以拿到这完整的7500块的 这个信贷的优惠 那现在呢 我这边只是有一个 简短的这个清单 有哪一些这个车呢 完全可以拿到这7500块钱的折扣哈 比如Ford FE50 Lightning Tesla 3 Tesla Y Volkswagen ID4 Cadillac Lyric Tever Bolt EVUV Chevro Silverado Chevro Blazer 和Chevro Equinox 这些车呢 都是符合条件的车 那这些呢 有些车呢 它只可以享受一半的 这个信贷的优惠哈 这个折扣 Ford Escape Plug-in Hybrid Ford E-Transit Ford Mustang Mac E Jeep Grand Cherokee Plug-in Vib Wrangler Plug-in Hybrid Rivian RES和RET BMW X5 X5 还有Lincoln Corsair Grand Touring Nissan Leaf S 和Nissan Leaf SV Plus 这几种车型啊 可以拿到一半的这个优惠 我也有讲过哈 在2024年开始呢 那新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车辆呢 你可以在销售点上拿到7500美元的折扣 这样呢就不需要再等一年的时间呢 用来呢 呃就是扣税用 就用来抵税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呃对我们这些想要买电动汽车的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哦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呃 有这个 比如说作为一个范列给大家看一下 加上税收抵免和折扣的话哈 然后我现在有个想买一辆新的 2023年的Servivo EV 然后呢跑259英里哈 可以 然后呢它的价格是26000 假如你拿到清洁能源的这个信贷的话呢 减到7500 然后呢你只要付1万9就可以了 对这一个呃折扣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哈 然后我们再讲讲其他的这个激励机制 比如说假如你想要买一个二手 买一个二手的这个电动车呢 excuse me 那在2023年的我们的新政策呢 假如说你买一个二手的电动车呢 那个税收抵免是4000块 excuse me 而且就是 而且只是呃就是 最少是最少是两个这个 这个怎么讲 比如说这个 啊就是说一定要是 比如说你2023年买车 一定要是2022或者比2022更旧的 才可以算作是二手车 而且呢这个车要低于25000块 而且你也不可以就是单身的人呢 不可以超过75000块 哦对 然后呢就是十二万五的话 就是两个人共同 哦就是假如你是这个家家庭一家之主 就是说这些还是有收入限制的 这收入限制的细节呢 会会到时候会给大家 给大家讲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PG&E呢 它有这个 你二手电动 想买二手电动车的人提供的指控 假如呢 你主要是PG&E的客户的话呢 你买个电动车或插电车呢 你会拿到看一下哈 一千块啊 比如说当然你知道他是他们PG&E的客户 就可以拿到这一千块钱的这个折扣 而且呢 假如你是符合他们这个收入要求的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 假如你买百分之百电动车 或插电汤和电动车的话呢 这个他们会给四千块钱的折扣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主要的赞中山叫做Peninsula Clean Energy 它是一个公众的机构哈 而且呢 它是为Samatel县和Los Banos的城市 提供这个清洁能源的 他们代表你们呢 去购买清洁能源 比如说这个太阳能等等 然后呢就通过PG&E的这个电线呢 传送过去 但是只在Samatel县和Los Banos的城市 而且他们有更多的折扣 譬如说返线哈 那Clean 假如你住在Samatel县或者你住在Los Banos的话呢 假如你是按照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个收入 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 假如说你是一个人 你是赚58,320以下 假如是四口之家是12万以下等等 你仔细看家里的人数 以及这个调整后的总收入的话呢 然后你们就有资格拿到Penisla Clean Energy的这个 有人就对 跟这些这个 有调整后的总收入 就是说总收入它的这个一个公式就是 联邦贫困线的收入成的的百分之四百 假如你符合这个收入资格的话呢 你买的是二手的插电式混合电动车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3700块 假如你买的是百分之百的电 纯电动车的话就拿到4000块钱 如果你不符合收入资格的话呢 你还是有700块钱 那假如你还是你不符合这个收入资格的话呢 你还可以拿到1000块钱的返线 假如你买的是纯电动车的话 对我们来讲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只是Penisla Clean Energy提供给他们的客户的 而且是在Santel县和Lospano City 那现在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拨款的一个免费赠款的一个这个项目 是也是给收入复合资格的居民哈 那这个呢大家就觉得可能是很比较复杂 因为需要达到很多的要求 这个呢叫做Clean Class for All 全民清洁能源车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2005年或更早的车 而且这个车呢要正常的运作 而且呢你是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弱势社区 那我们在聊天框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链接 因为呢它有很多的这个 哦它会让你去查你的用油正编码去查 所以在我们聊天框里面有个链接 你可以去它的网站上面看 叫做Clean Class for All的这个资格 而且他们也给你们提供了这个 这个收入的要求 然后在Clean Class for All呢 就是全民清洁能源车呢 它的这个调整后的收入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按照这个列表上来的 这个收入的要求 如果你达到所有的要求 符合所有的条件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拿到5500到9500块钱 其实都根据你的收入来讲的哈 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的独一无二的哈 非常特别的 因为你就是用你的旧车 换一个新的或者二手的电动车 因为这也是作为要减少 这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努力 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享用 更加清洁的运输工具 然后这个新的计划呢 2024年他们有新的改变 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会启动他们的新计划 可能是暑假 2024年的暑假开始启动吧 而且他们会延长 就是你可以拿去换的旧车 他们可能会换成2007年的车 或者是更旧的车 假如你一个2007年的车 你可以去拿去trading 你可以 而且呢也放宽了 你不一定你要住在哪一个特别的邮边 主要是在关区的邮边都可以 但是呢他们对这个收入呢就更加的严格了 所以之前呢是400%的这个铁链框贫困线 现在呢他们已经降到300%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呢不能赚超过4万3 两个人不能超过5万9 假如你是4口之家呢不能超过9万 所以他们在那边已经在这个收入的方面已经做收入的条件方面已经收紧了 假如你符合所有的要求的话呢 你最低可以拿到7000 最高可以拿到12000 很多人有2007年的车 只是现在呢还没有把它换成新的 新的这个电动车 那因为现在它是2005年的车 更旧的车 所以呢明年大概他们会这方面做出改变 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另外一 假如说一个人他符合所有的要求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财务激励计划 看看你能省多少钱 你要买一个这样2019年的Servibo 然后呢是要开辆238英里的哈 因为是一个二手车 所以呢你大概就是这个价格是1万7 这个价格真的好哈 那假如说呢你符合要求 然后你可以在CleanCast for All 全民清建能源车呢 那边给你5500块钱 那然后Penisula Clean Energy 这个提供4000块钱的返现货的折扣 再到PG&E的二手车的这个电动车 它的一个返现是4000块 所以呢到最后你只要付3500块 就可以拥有这辆车了 当然大家都要记得是要符合收入资格的个人哈 而且这是以旧换新 而且呢 而且呢 如果是符合这些资格的话呢 你真的是可以用很低的价钱买到一辆还不错的二手的这个电动汽车 还有呢 我们有着全民清洁能源的车呢 我们还有电动单车 或者叫做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现在也越来越流行了 而且是一个清洁能源的这个交通工具 那假如说你要让你的旧的这个车退休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7500块钱的赠款去购买新的电动自行车 所以这个车呢 可以帮助你爬比较陡的坡哈 然后呢 Contra Corsa呢 住在那边的人呢 可以拿到500块钱呢 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 然后现在呢 有一个叫做Ride and Drive Clean呢 他们跟一个电动车的商呢 他们一起合作 你假如买电动自行车的话 你可以省400块 然后呢 California的自行车的一个计划呢 也会让低收入的人呢 拿到赠款 可以最高是拿到2000块钱 去买电动自行车的 所以今年就是之后加州才会推出这个新的项目 所以呢 大家就放开眼睛来看呢 到时候 然后我们还有叫做MCE的 是一些EV的计划哈 比如说 就在Contra Costa 跟Marine 和Nava County Solano 你看看这个屏幕上的 你如果住在这其中的一个这个线或者市的话 你就可以注意 这个计划呢 也是特别是针对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达到要求的话呢 你们可以拿到全 假如你买全新的电动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话呢 你即刻就可以拿到3500块钱的折扣 你不需要等 你也不需要等这个 也不是回 也不是什么反线什么的 那假如呢 你要买二手车的话呢 二手的电动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话呢 你也会拿到2000块钱的折扣 那所有这些所有的财务激励政策哈 每个月都有改变 2024年又会有一些新的要出来 这些呢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的的一些一些计划哈 那所以在你购买钱呢 有些是基于补助金的补助 就是基于收入的补助金哈 你就要就三到六个月之前 那在你购买之后呢 你要申请PG&E的二手电动车返利啊 因为呢 他们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处理你的申请 所以呢 有些要在你购买之前就申请 有些在你购买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申请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然后呢 在PG&E你也可以申请到这个拼车的这个标识贴在这个车后面 所以2024年记得我们这个清洁能源的汽车呢 不需要再等到税务的那个优惠了 而且直接就可以拿到折扣 然后那你也可以给我们要求一个一对一的免费咨询 我们的职员呢 可以给你们咨询 我们可以帮助您了解你是适于 有哪一些 哪一些这个财务机利政策呢 适合你 然后我们会给你用一个只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计划 而且呢 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我们在聊天框里面呢 我们有个链接 有个表格你给钱 然后呢 其实是一个免费的一对一的咨询 这边呢 Aktara呢 我们帮助了 叫Henrietta Burroughs 这位女士呢 她就是我们帮助她买到了一个电动汽车的 她说她真的亲身体验到电动汽车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真的非常的方便 好 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链接在聊天框里面 这是我们今天的演示之后的一个调查问卷 那这个调查问卷呢 如果你们填了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抽奖 从填写调查问卷的人里面 参与者里面 抽出50美元的target礼品卡 而且你看我们的节日就快到了 你可以用这50块钱去target买一些礼物哦 给我们一些你们的反馈吧 然后呢 我们有西班牙语英语和中文版的调查问卷 你们可以按照上面的链接去填 谢谢 而且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Penisla Clean Energy 以及湾区空气品质管理局 然后呢 我们还有在提问与回答之前呢 我们想要邀请你们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Green Home研究坊 我们有一个叫做在家怎么做饭呢 我们叫Isabel Knudo呢 作为一个厨师 告诉我们怎么样用 怎么样用电磁炉做好吃的 所以记得哦 这是一个免费的线上的活动 在12月14日的周四晚上6点到7点 是太平洋时间 好 现在呢 我们有开放我们的空间 大家可以提问 我们是提问与回答的环节 而且你可以让我回去看 回头看看有哪一些 这个哪一张画的片 叫我讲的 就我们我也可以回头看 Marissa想问 就说你说EVEVEV 那你说这个混合的是行吗 因为我有一个1993年的车 想要以旧换新 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hybrid 就是混合的呢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这部车是不是不够好 假如你有任何的问题 关于clean cars for all的话呢 你们就请去他的网站上查询详细的信息 就说假如你的车 是一个这辆旧车的话呢 你要过了这个 废弃排放的测试 而且呢 你还要就这个车也是个DMV登记的 等等等等 那我们在电邮里面会给你们一些信息 你们看看你们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那一般的混合车哈 但是呢 还有一个叫做插电混合 这个人他不懂混合 两用 这能源车是怎么使用的 但是这个呢 是一定要充 一定要有充电的 插电混合的车 而不是一辆所谓的hybrid 不需要充电的 我还能说2024的Tesla是不是符合资格 2024Tesla有资格 符合条件这个符合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优惠 加州的这个返线是不是已经用完了 如果你家12月份买就没有了呢 加州的这个返线呢 这些这些基金已经全部用完了 他们有新的计划哈 就是我听说 2024年有新的这个计划 就是只给个人符合收入条件的 如果你符合收入条件 也许呢 你可以等新的这个计划出来 假如你不符合这个收入要求的话 你也可以买这个车 那这一月 对而且呢 你还在一月份哈 你可以拿到 你可以在在那个专卖店就可以拿到这个折扣 好 好 谢谢他哈 记得这个收入是400 那400%高于联邦 联邦的这个贫困线 对刚刚讲过的问题 当你 叫做你有当地的这个这个水电 这个电电煤电公司 有一些什么信贷的话呢 你们可以 1月1号 2024年1月1号呢 你们在专卖店呢 就有这个 你们就有这个 叫做7500块钱的联邦的 这个叫做税务的优惠了 你说你们现在呢 有人问呢 这么这个收入限制与收入有条件的哈 你们这个这个财务的激励计划 到底有多多成功呢 我们看着400%的这个贫困线 然后呢 因为 因为 因为其实 我还算是蛮成功的啦 因为 它就是要减少大家 开这个汽油的车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说是不是有人 就是有的人会不会 只是为了这个去以旧换新 然后就去买一辆比2007年的车 更旧的车去换 但是 它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拥有这辆车 一两年啊 就是要 也要过这个 废弃 排放的 这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去 Clean cars for all 你就要看看 它的 里面的各种的细节 所以关于Clean cars for all 方面的问题呢 就请 就我们 我们在这个 然后 就要在我的电邮里面 有更多的细节 然后明年呢 我们还会再有一次 这样子的网络 研讨会 那有个人有一个问题 就说你是PGNE的客户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在你的名字下面 对 你就是在你家里的人 除了是你自己 就是说是你的 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但是他的名字 是在这个账单上 但是你也是 但是他就是说 不能超过三个 不能超过三辆车 就说有些车只能 有些车才符合条件 就是说 就刚刚有讲到过 他对这个车 就是说我们联邦政府的 7500块钱的 这个税务优惠的话呢 他们一定要 这个车是美国制造的 而且他们有在 这个电池啊 还有这个矿物质方面 有他们的要求 这只是新的 这个联邦政府的 信贷或者是 他讲话断断续续了 已经听不大清楚 其实有的人想要知道呢 是 我现在问的官员就是这个人 联邦的 这个反线 他就是问一下 这些反线的问题也是之前有讲到过的 他坐在Alameda的人想要换 换成第二级的充电的 就说你要去 大概要2500块 去安装这个二级的充电板 所以对你们来讲 这是一个投资 那就是说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投资 那长期来讲你就是省钱省时间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投资 那虽然你要付2500块钱 你也可以 对就是说你可以有 也可以比这更便宜 也可以比更高 那我说2500块的话呢 对因为这个要有一个专业的电工 去从事这项工作去帮你们装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二级的充电呢 这个240伏的呢 或者就你家的电板是可以的 你不需要将家里的电板升级的话呢 这个你就不需要花到2500块钱 你不需要花到2500块钱 嗯 Lauren在这个聊天框哈 里面回答一些 一些 一些这个问题 那假如说有的人他已经这个240伏的 这个充电了 需要多少时间去安装 那PG&E的每个月的话 他会收你多少钱呢 如果你每天要充电 对 最近这两个月我付电费都付700块钱 太恐怖了 所以我想知道假如我要充电给 我电池充电我花多少电费 假如说我每天要给车充电的话 我每个月花多少电费呢 就算我不是在这个4点到9点之间 我们在个便宜的时间充电 那但是充电的话多少钱 那电供这方面花3500块钱 那PG&E这方面呢 哦 然后呢 他们会有一个就是给电 车充电的这个计划 所以呢 他们会给你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他们有一个不同的 这个价格的 当然你是用充电给这个车充电 你的电 电会自然会涨 但是你要参加他们的这个叫做EV充电计划的话呢 每个月大概就多一两百块吧 你 你要知道 充电的电费 它会比这个 呃 充电的电费 当然是比加油的油费要便宜啦 哦 还有刚刚有人说我们的这个问卷不工作 然后呢我们在YouTube的这个我们在这个YouTube上面也有我们这个会议的这个录像 大家可以去看哈 而且呢有很多人问的这些问题呢 比如说在家花多少钱充电呢 然后会花多少钱请电工啊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面呢 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些网络研讨会上的信息 那就是说街边怎么充电呢 他说 你只能去当地的公众的充电的地方了 或者你可以去这个购物中心 就是你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边充电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 就是说你是去那些充电站充电 是不是跟家里充电一样吗 当然你去充电站更贵啊 就是每千瓦的话多五分到一毛五 每千瓦哈 就是当然在家充的时候比较便宜 就是很多租车的人是没有办法去 这方面是不是 那你去充电站充电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你每千瓦是要花多少钱的 很多这种公共充电站呢 如果你的这个电车在充管呢 假如你充超过的话呢 你超过多一分钟 他就会要收你的钱了 Tesla说你充80%就那个了 那他要不然 80%他就之后就开始收你们费用了 假如说你有关于任何充电的问题呢 请记得刚刚Ervin有讲去网上看之前的研讨会 你不要永远充到百分之百 现在都要充80%就行了 他们有 他们有 就是他会在一些就比较技术方面的解释了 你可以在你的车呢 你可以在你的车呢 设置上面设置 就是充到百分之八十呢 就停停止充电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设置的哈 你们的这个电动车呢 还有更智能的一些技术 对Tesla的充电站也是大家都可以去充电的哈 Servi和福特都会 福特和Servi跟Tesla之间达成了一种协议 他们可以在那边充电哈 在ServiBall的 有ServiBall的话 你可以 之后可以在Tesla的充电站充电了 好 我们已经就差不多结束了哈 如果你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电邮哈 然后呢 我还可以发电邮给他 咱们 这么多